全台持續高溫炎熱 週休假期很多民眾前往山區來避暑 在南投西投23號湧近8000多元 那麼車場難以輸減 那麼今天依舊有大批遊客上山 通往西投的151線道 車速一度只有20公里 園區內有一千多個停車格 早上9點多已經全部停滿 原方預估今天的入園 嚴肅會高達8、9千元 西投園區入口處一整排車輛 看不到盡頭 早上9點半不到 園區內一千五百個停車格 已經全數停滿 車子已經進來了 可是裡面沒有停車位 太熱了太熱 會中暑 所以想說來這邊比較涼 明日高溫全台口翻暑 不少民眾選擇上山避暑 週日一大早往西投的車輛 綿延不絕 偷往西投的151線道 時速一度只有20公里 車輛只能緩慢前進 原方預估這個週末入園人數將連續兩天突破八千人 天氣熱阿祥要往山上跑 山里比較涼快 大概就是這一禮拜突然大增 昨天週六西投的入園人士大約九千多人 那預估今天週日應該也差不多 不只西投湧入大批人潮 南投草屯的鳥類主題燈物園 二十四號開放市營運 不分縣市民眾入場免門票 原方十點才開放入園 不過九點多就有數百人 西家帶眷頂著艷陽在外等候 六百個停車隔全滿 遊客不只要找車位 也要尋一良處躲獵日 遊客戴帽子穿袖套 撐傘遮陽等防曬物品 一樣都沒少 即使天氣再熱 也要把握免費入園參觀的機會 記者科技高位少宇黃金璇 SN超組南投報導